今天其實新上市的ETF还不少 像是00921 00923跟00922 不过要请教燕妮姐 现在市场竟然出现有破发跌 破发行价这样的情况 要怎么办呢 对 其实难免 因为我个人觉得 就像我们很希望 我们的深层八字很好 对不对 激情公司在发行ETF的时候 我觉得时间也很重要 因为以00922跟00923 就是国泰台湾领袖50 这个是基金公司说 他们是市值型的ETF 然后另外一档00923 是群立台湾ESG低碳 其实他们都是三月初 跟三月底才成立发行的 因为最近美国的变数比较多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确实他们的绩效都是负的 相当之下00921 是照封龙头等权重 其实它是照封台湾产业 龙头春谷等权重 好有学问的名字 因为它的成立时间 其实挺好的 是1月3号 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过年之后 其实台股是一路涨 所以它成立以来 接下来还有4.34%等等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 如果你手上有这两档 922跟923的话 我想可能需要有点耐心 要等待一下 为什么 网路上也有网友跟粉丝问我说 姐这两档长得好像 虽然名称不一样 但台积电都是第一大的权重 持股的比重都高达三成 事实上我觉得也很容易理解 因为会做ESG 然后重视低碳的 不都是那些全职股 那个鸿海 然后台积电等等 所以我觉得新的ETF这么多 大家到底要不要去买 或者是做一个存股的动作 其实你还是要去看一下 这档ETF的设计的逻辑 你是不是能够认同 如果你都觉得好复杂怎么办 老牌好嘛 对不对 就好像我们常说 老婆就是还是大老婆好嘛 对不对 好那回过来看 其实台股ETF我觉得就是就市值型 还有这个成立比较久的话 当然有一些历史的绩效 可以当作参考 那我们也帮大家整理了 市值型 我在节目里头之前 有跟大家分享过 不管是0050或者是006208 时间拉长的话 十年的绩效 寒配息大概都有200多% 那相较之下 其实中100 就是台湾的这个中型的股票 很多很活泼 然后非常有潜力 十年的绩效 大概也有196% 我觉得也很不错 那相较之下 不管是这个OTC 或者是高股息 特别是高股息 台湾人就是这两年 非常非常喜欢买 00560年的绩效 寒息大概是108% 所以十年下来 市值型跟高股息的ETF 大概会差一倍左右 这样的一个绩效 所以我都会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小资族 但我们可以用时间 来等待获利 那是不是一定要 那么执着高股息ETF 这件事情就见仁见智 除非你真的是 对于现金流的需求 非常非常的渴望 那再多配置一些 高股息的ETF 否则市值型的ETF 我觉得时间拉长 赚取获得财富的效果 还是比较好 那特别是 这个高股息的ETF 其实现在已经有十几档 然后又有四档 我们下次有机会 再来帮大家详细说明 又有四档是号称 所谓高息低波的ETF 其实涨得也很像 今年绩效也很好 到底什么条 先预告一下 下次有机会 再来帮大家做分享 好 刚刚叶莉姐 但我们看到 其实对于这个 新上市的ETF 还是要多花一点时间了解 不然还是选择 比较老牌的ETF 来做投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看到 现在靠这个AI大数据 可以更清楚找到 包括企业适合要用的人才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了解 好 开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